哈喽大家好,我是李飞白,最近有瓜主爆出了亚运会的20人集训名单,内机可能是这次亚运会报名最积极的队伍,因为选手们的意愿都比较强烈,并且艾斯有AOV经验,而杨过也是和艾斯一起打过AOV的,现在他没有什么比赛任务,确实也有机会参加亚运会,狼类的飞牛早就表达过想要为国出战的意愿,他在KPL赛场上该拿的荣誉都已经拿过了,唯独缺一个国家队金牌。 飞牛的历史荣誉和最近状态都配得上入选,E-Star这边是花海,莫言和艾伦,之前的传闻是花海和紫阳,但也没有明确的说法证明最终的人选,可以确定的是,花海肯定是要去参加亚运会的,因为花海的荣誉和近期表现都是最合适的人选,他本人也很希望能为国出战,艾伦去参加亚运会的概率也是存在的,因为他上一届亚运会的时候就是主力,对于OV版本也比较熟悉,至于莫言, 大概率是和刺痛一样报名事实,入选的概率不大,PTG派出了轻轻和千诚参加,看样子也是想要分一杯羹,PTG本赛季尝试过人员轮换,换下的就是轻轻和千诚,因为有飞牛仔,轻轻入选的概率不大,综合来看,这份名单的可信度还是比较高的,即便是有人员出入,也不会相差太多, 小伙伴们如何看待曝光的这份亚运会名单里